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! 娱乐圈最不缺的,应该就是帅哥,就像是熟了的西瓜,一茶接着一茶,短短几个月,就涌现出一大波颜值高眼级优好的新人,但他们的通病却都是突然爆火,后劲太小,不足以支撑,这样的情况使他们很难在娱乐圈扎纹脚跟,但被忘掉就代表不会出现巨星了嘛。 真正的大爆,从来都是一军突起,凭借场相思爆火的邓维,实现了飞升,很多人都说,他是吃了这部剧的红利,从男狐狸到那个,无怨无悔等着女人回家的男人,他靠的仅仅只是这些吗? 无可避免地说确实是,角色吸睛和吸人好感,他吃了一波官配合角色特制的红利,然而仅凭这些底的主仆天盖地的黑料码,无数人对他进行了考古,从电视剧追到了微博,就照被翻出的同时发现了,他剧内剧外的反差,不仅越巴越有意思,还发现生活中的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, 漫天的黑料怂他在热缩上躺了一周,谁也未曾想到,黑料带来的是反噬,黑料补黑却总是被领出来,无异于退学,偷拍扔烟头诸如此类,但这不同寻常一连串的黑,反而激起了新粉门的保护欲,他能飞升,除了剧本身,还有自身的热度,以及能抗过强关注的过往,想要爆火,天使地利人和,真的缺一不可,他离大包好像还有一不知遥, 但就目前形势来看,经历八个月的血藏期,他已慢慢缩写,资源与带波剧都已衔接上,能不能大包,听的就是演技了吧,最近,关于邓维和谭松云携手合作的,消息引发了广泛热议,这一次,他们将共同主演一部名为,归来是星辰的现代偶像剧,更令人期待的是,邓维将在新剧中出演男二号,邓维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现,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誉,这个组合不仅将考验两位演员的演技,还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悬念和看点,剧新,归来是星辰的剧情,将围绕女主角顾念北河男主角穆苏晨,展开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,命运的安排让顾念北河穆苏晨再度相遇,重新点燃了他们之间的火花,然而,他们的爱情受到了家庭, 试验以及第三者的干扰和考验,这些困难让他们陷入了痛苦的纠葛中,也让观众为他们的爱情故事捏了一把汗,除了谭松韵的出色表演,该剧还邀请到邓维出演男二号,饰演一位才情出众,风采非凡的音乐家林子轩,林子轩是顾念北的青梅竹马,从小就默默爱慕着她,却始终未能夺得她的芳心, 在顾念北与穆苏晨分手后,林子轩一直默默关心和守护她,陪伴在她的身边,然而,在重新相遇后,林子轩与穆苏晨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,争夺顾念北的爱情,剧前,《未来时星辰》不仅将通过,与主角顾念北河南主角穆苏晨的爱情经历,展现出人们对真爱的执着和不懈追求,还将通过邓维饰演的角色林子轩的加入, 深刻描绘了现实生活中,复杂多变的爱情关系,以及爱情三角中各个角色的内心历程,林子轩的形象将为故事注入,更多的情感和深度,她一直默默地守护着顾念北,用音乐传达自己对她的感情,然而,她的童年朋友穆苏晨的归来,却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,这个三角恋爱的角株不仅仅关乎爱情,还牵扯到友情和成长,林子轩,穆苏晨, 和顾念北之间的情感纠葛,将为观众呈现出更加复杂多维的故事,这对黄金搭档的再度合作,为归来时星辰注入了,新的活力和吸引力,观众们期待着在屏幕前,见证这个深情,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,以及三位优秀演员的精彩演出, 愿这部剧不仅延续了二人的默契和魅力,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爱情的复杂和多变,期待着归来时星辰的问世,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,充满悬念和感动的剧情世界,感受爱情的魅力和力量,同样是演男二出名,张林鹤的运期好像是背了点, 苍蓝绝衷的长恒仙君,让观众真正认识了张林鹤,他的后续资源其实也有结尚,就是点背到拍的每一部都出事,张林鹤的云之语圆满收官,他亲自接棒完成了这部作品,该剧凭借演员的高颜值和服装,场景等方面的精美设计,成为严控们的最爱,张林鹤在剧中的表现也备受好评,张林鹤饰演的公子语,是一个前期叛逆不羁的公子庚, 但在失去父亲后,他被迫以夜之间成长,不仅要面对家族内部的反对和抵制,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危机和阴谋,虽然过程曲折,但公子语一直坚守职责,他对心爱的人亲近所有,因此角色的人设非常讨人喜欢,对于张林鹤的演技,有部分网友认为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,只是简单的皱眉,张嘴,偶尔还会露出一脸苦相,在与女主相处时, 他的表情也不像是喜欢的样子,不过也有网友认为,虽然张林鹤的演技还比较青涩,但他能够看出进步,对公子语这个角色的塑造,也比较重归重绝,因此也有不少人因为这部剧,而成为了他的粉丝,可能前段时间上山烧香是真的有用吧? 9月份,他参演的电视剧也排除万难集中释出,林之宇和他从火光中走来,两部剧无缝结档,不管带暴地名单怎么更换,他都稳居一席,从侧面可以看出他是,真的需要一部暴剧来飞升,他也有着明显的优势,其一便是他的经济公司,重型时代与爱奇艺是绑定关系,影视资源不成, 其二便是他的作品存货较多,等到播出之后能有效提高刷脸频率,其三就是他有约的外形条件,和内在有趣的灵魂,自带双重圈粉魅力,最后就是他出类拔萃的商业价值,在同辈95小生里也算是顶流的存在,仅是今年,目前已解锁九个新的代言,盘盖范围也很广,有块销品和奢侈品,是品牌方眼中的香波波, 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担心的就是,演技合命吧,长辞以往下去会不会被资本抛弃,不然这次身为云之雨,难以怎么反被男二抢了风头呢? 93年出生的成蕾其实已经出到了很多年,但作品都是乱七八糟的小网剧,2022年,凭借虚演走入大众视野,近日,他出演了电视剧云之雨里的工商脚,在这部剧中,他反倒比男一张零鹤涨粉还快, 但刚一出圈,就被舒适自奔捧得,在云之雨中他的装造,人生,剧情,都比男主要出彩,男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稳重于保守,而他整体就比较突出,但能熬出头,小暴出圈演技才是他最利的武器,不仅如此,从采访中也能看出他为人低调并凶有莫竹,如果有资源,那早不就爆火了, 如今的他也并没有苦尽甘来,仅仅是出圈,连真正的小暴都还未实现,希望他后续的资源可以跟得上他的脚步,能一步步出圈到小暴,最后直直飞升,千万不要想这个小暴出圈后,直接消失了,在互心中饰演男二的王以伦,明显的后续资源没有接上,即使演技不错, 但当初小暴出圈后却直接消失,在娱乐圈整歌查无此人的状态,看最新路透,他在云秀行李好像也有戏份,不得不说,这个导演可太有眼光了,其实护星之前王以伦,也默默演出了很多戏,比如半世蜜堂半世双礼的李小川,乐歌行李的阿福军,泽军记李的宋席源,他的资源好像一直很念,有时候连男二男三都算不上,希望他能等到输, 属于自己的那部暴剧,希望这些小暴和大暴的,带暴弟们能加把劲,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,但小暴靠捧,大暴看命,不知谁能突出重围,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呢?